好,来看到是现在这新冠病毒的变异株Delta可说是肆虐全球 已经成为整个全球疫情的主流变异株 那就是因为它的传播力实在太强了 我们就先来看到是根据了解 其实这个来自印度的Delta变异株 它的传染时间更长 是比之前这个英国变异的Alpha变异株还要来得多 可以看到是Alpha的变异株 它的具有传染力时间是两周十四天 而这个Delta变异株它是长达十八天 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了 所以各界好奇是现在我们的国境把关 这个隔离检疫时间是否应该要拉长 不过目前专家是认为不需要延长这个隔离期 只要做好三道把关的程序 我们就来看到这根据是台大医学院的 台大医院的这个检验的专家张学员医师 他说到这个Delta的变异株 因为它病毒浓度很高 但同时它的病毒量要下降的时候 也比较花时间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只要入境者做好三道的裁剪程序 第一就是这个入境时的全面普筛 还有第二就是隔离期间的解隔离之前 要做好第二次的裁剪之外 这回家之后的居家衰减都做到的话 一定能够把这Delta病毒株给找出来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